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 他们以一种非常野蛮的方式来征服这片土地 所到之处人头滚滚 血流成河 为了进一步奴役汉人 他们颁布了替发义服的政策 对不接受政策的汉人又进行了多次大屠杀 然而历史是一个轮回 开场的时候有多风光 闭幕的时候就有多惨淡 当两百多年后 大清王朝走到尽头的时候 当时手拿屠刀挥向汉人的满清子弟 此次却成为被屠杀的对象 三秦之地的西安 原有古秦尚武之风 近有关中刀客的豪迈之气 民风彪悍 青年被称为冷王 有诗为云 南方才子山东汉 四川的巷 重庆的将 陕西冷娃排两行 冷娃的意思是指 有点愣头青 一往无前 汉不畏死 这里是形容作战小勇 汉不畏死 抗战时期 八百名陕西冷娃 被日军围困在绝境之中 淡尽粮绝后 他们先跪天地 再跪爹娘 十七八岁的孩子 男的女的全都有 高吼琴枪 义无反顾 扑向滚滚黄河 打得日军在黄河立队 放枪致敬 如此民风 如此西安 在革命的大潮中 岂会位居人后 所以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 刚一传来 西安各部的反清议事 如同盟会 革命党 歌老会等 三十余主事人 立刻一大早 齐聚西郊 邻家坟 共谋反清 这些人平常走的 都是打家劫舍 小兔三哭野鹿子 真的要把部队拉起来 和清军把守的西安城 真刀真枪干 各个犯处 于是 大家一起推举了 在陕西新军中 任参军和管带的张凤慧 为首领 张凤慧乃清末秀才后 头笔从容 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求学 和刚村宁次是同班同学 他在军队任职多年 经验丰富 为人气度大 能应变 有胆识 张凤慧对众人的推举 没有客套化 当众表示 大家如此抬举 我必不负众望 既然已决定举事 当先发制人 以防人多口杂 消息走漏 马上举事进攻 随即 他以秦隆富汉军 为起义军的名称 通知各县同盟会 于当日上午11时 一同发动起义 当日是星期天 清军各级军官 照例回家休假 武昌起义前夕 全国的八级兵丁 有12万人的规模 多驻扎在京师周边 满蒙地区 以及全国各省会 或战略位置重要的城市 数量有多有少 比如成都驻扎了800多人 太原600多人 武昌2000多人 关羽大义诗荆州的地儿 驻扎有7000多人 最多的要属西安 整整2万人 实际上这些驻军人数是包括了家属的 也就是说 实际战斗部队的人数 一般为这个数字的30%左右 西安作为关东重镇 驻军最多 自然战况也就最惨烈 2万多满人 最后幸存不足5000人 清军的武器管理是人枪分离 战时和训练时领用 不使用时锁入军装局保管 因而张凤惠的首要目标是夺取军装局 获取武器 这部分行动由哥老惠负责 一批善于攀爬的徒手兵被化装成平民 在军装局四周转悠 另一部分人抽出战斗 嚎叫着攻击军装局正门 吸引清军注意力 徒手兵趁机爬入院内 用石头炸开上锁的链条 搬出一箱箱的枪械和弹药 从后面夹击占领军装局 获得武器后 张凤惠分兵多路攻击 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城其他军事要地 由于事出突然 清军没有防备 加上这部分驻军 大部分是汉人 起义军一出现 不少城防部队立刻反戈 理应外合 把军中的满人干掉 开门迎客 因此一路过来 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最后剩下的是西安城中的满城 也就是内城 里面有五千多名骑兵驻扎 以及这些骑兵的家属 一万五千余人 得到西安城起义的消息后 清军西安将军文睿下令 把满城中的汉人驱赶出城 以免被里应外合 接着 清军把汉人房屋家设全部烧毁 人没敢杀 担心城破后 自己的家属被报复 文睿的这一手满汉分离 让起义军布置在城中 准备杀人放火 制造混乱的歌老会成员 全部被赶出城 无功而返 智取已经不行 劝降也无效 那就只能来应的 满城成为西安起义中 最难啃的骨头 12月23日清晨 张凤慧亲自指挥攻打满城 鸦片战争以来 清军面对列强 打不过还可以跑 现如今面对的是全国革命 没地儿跑 清军养尊储幽冠了 但在生死关头 拼起命来 战斗力不容小觑 双方短兵相交 战况激烈 起义军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了 当时没有重武器 即便有那么几门土炮 洋炮 用的是黑火药 炮弹威力都有限 精度也不好 革命军在泥土里加入干草 再铺到木板上制作成盾牌 举着这种护甲冲到城下 用颅锡捆子 浇上清油烧城门 城上八旗兵往下泼水 城门未能烧坏 攻击受阻后 有人提议挖地道 有人提议土木作业 张凤惠考虑到挖地道耗时太长 而满城作为内城 修建远不如外面 西安城如此坚固 因而 采纳土木工程的作业方式 起义军先在东门大张旗鼓的进攻 吸引注意力 另外一部分人拿着铁鞠 锄头 撬棍 顶着干草 泥土 木板的三合一装甲掩护下 冲到城下 一部分人撑着装甲板 一部分人只要锄头捂得好 哪有墙角挖不到 一时之间 叮叮当当 砖头横飞 城上的清军枪打不透 火烧不了 只有干燥级的份 被逼急的清军 打开城门 数百骑兵冒死冲出 用骑兵攻击起义军 起义军用火枪还击 三次骑射后 清军死伤惨重 不得不退回城内 无力再次组织骑兵攻击 文锐无奈 命令管带打开城门 领人跪地诈降 后面则隐藏了攻击部队 准备等起义军入内 关门打狗 张凤惠非常谨慎 坚决不进城 命令对方出城投降 清军磨磨蹭蹭 张凤惠就知道有诈 立刻命令军队痛击 诈降清军 拼死关上城门 文锐潜驴即穷 破城已是迟早之事 最终经过一天一夜 依靠铁稿锄头 起义军连挖带推 弄倒了一面城墙 从缺口蜂拥而至 双方逐相厮杀 眼见突围无望 数百满人 男女老幼头水自杀 西安将军文锐 投井自尽 城中清军毫不知情 富于顽抗 双方杀得刺刀剑红 起义军杀红了眼 对满人 不分平民和军人 无差别攻击 当满人发现 抵抗徒劳无益 纷纷跪在地上 放下手中的武器 请求革命军 放他们一条生路 然而当他们跪下后 立刻一排一排地被射死 在一个门口 每排二十人 共十排的满人 就这样被无情地屠杀 最终西安城破时 两万多满人 五千士兵和一万五千家属 被杀得不足三千人 屠杀满人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 本来辛亥革命 就是在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的纲领下爆发的 而且当时 革命党人必看的书刊 扬州十日记 加定三途记掠 猛回头 警示忠等 记录的都是满人对汉人的杀戮 倡导的都是以血还血 首提三尺剑 割进满人头 国求家恨 加上双方此番激战 血肉横飞 更增加了这种仇恨 因此在巷战时毫不留守 认为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 加定三途的汉人复仇 第二点 西安起义部队中 有一部分中坚力量 是当地歌老汇 西安起义时贡献巨大 歌老汇是成立于 明末清初的民间秘密社团 相传是郑成功领导的 反清复明组织 鸿门的一个分支 在四川 歌老汇又被俗称为 刨戈人家 歌老汇的成员多为农民 手工业者 士兵与游民 他们是最受满清 家破剥削的阶级 靠江湖义气联系在一起 纪律松散 有散则为民 巨则为匪的说法 这些人战力彪悍 但纪律实在不佳 对满人是又杀又强 其实 不仅西安光复 满人死伤惨重 在全国各地 在辛亥革命浪潮下 皆是如此 只是西安是杀的 最凶最多的城市 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各地光复的一个 统一动作和仪式 就是杀满人 以满人血济齐 各地满人被杀的 十亭去了九亭 成都的八百多满人 太原六百多人 杀的只剩一百多个 武昌两千多人 荆州的七千多人 杀的只剩千人 当时满人和汉人 是分开居住的 满族人大都生活在满城 在语言或者服饰上 和当时的汉人 都是有区别的 尤其是满族妇女 奉行不裹脚 特别容易辨识 最疯狂时 抓住满人不分 男女老幼 马上就杀 满人当时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自杀 要么被杀 满人被杀怕了 纷纷剪掉辫子 改穿汉服 使用汉姓 多数用业 纳官 因为这是满姓中 最通用的同音词 为此 革命党人还下发说明书 如何分辨满人 革命军在大街上 随意拦下行人 检查大脚丫子 头后部扁平 或被要求读六百六十六 如果他们读牛 而不是读六 马上就割下他们脑袋 直到孙中山归国主持大局 才赶紧下令叫停 不允许滥杀无辜 当时可没有现在的通讯系统 命令到达各地时间不同 有的地方先得到指令 下令封刀 满人脱家带口 赶紧往乡下跑 以为城市太危险 还是回农村 哪知道农村地区 还没接到指令 这些满人等同于自投罗网 又被狠杀了一批 此后 封刀令传遍民国 大规模成建制的排满再未出现 但满人已经被杀怕了 此后几十年 满人害怕报复 一直竭力掩盖真实身份 在1980年实行民族共荣 56个民族56朵花 一个都不能少 且享受民族优惠政策的时候 这些人才将民族改回满族 满族人口在这一年 从之前的十万暴增到九百万 可见当时确实是被杀怕了 1911年10月23日 西安城光复后 张凤惠以秦隆富汉军大统领的名义 发出安民告示 号召歌老会维持社会治安 敬重鸦片 赞助创立同志小学 和设立浦云堂药铺施舍医药 此后不久 西安作为关东重镇 清军不愿放弃 疯狂反扑 与革命军在同关一战 就打了三个多月 这场拉锯战中 双方浴血熬战 不死不休 同关三亿起手 最终革命军三师三赴 击退清军 确保了刚建立的南方革命政权 此后 清军再无力进攻 清朝灭亡 现如今 人类已经全面进入文明社会 不再用这种野蛮残暴的方式 进行镇压一族 如今 再回看过去屠杀历史的时候 可能心里会产生愤怒或者怜悯 但这已经不重要 所谓尘归尘 土归土 现在的人们应该从过去的记忆里逃离出来 而不是活在往昔的历史里积累仇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